我的同事孙迅已经前往了辽宁省庄河市 他要寻找一种长相非常奇特的虾 他们可没南美白对虾这么热情 要想见到他必须得斗智斗勇才行 我叫他酥脆 我是西红岛长大的 我是丢下的弄手 我每次丢下必须得砸一只虾帽 虾帽雕下是最好用的 测水一退我就赶紧上海上去找夏冬 这个夏还挺难雕的 一半的叶还不会雕 就我回 我雕下是把号棍刷在下冬的 看见号棍冬了 我就知道底细有夏 陈大娘 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这是来钓虾的 钓虾呢 钓虾拿这个棍干嘛呀 那棍船里它活动下就是有夏沙来了 大娘 这个棍它怎么会动呢 是风吹的原因吗 不是 是夏活动了 就是说这个 夏地往上送棍 这底下有虾它就动 动了然后你看到这个棍你就知道了 然后那怎么给它钓上来呢 把棍扒起来 把这个虾帽啊 这是什么 这不是毛笔吗 不是虾耍的 就专门钓这个虾的 钓龙虾的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钓虾方式 我一时间摸不着头脑 谭大娘告诉我 这小家伙很狡猾 要用带有特殊香气的爱好杆在洞口引诱它 当它爬上来想一探究竟时 脑袋就会撞到爱好杆 杆子一晃动 它的洞口就暴露了 这时要用大娘特制的毛笔来接替爱好杆 在洞口来回地逗它 可是我逗了半天 它怎么就不出现呢 这种虾到底长什么样呢 再往上踢 再踢着大 不踢啊 再踢着大 它还得钓是吗 往上踢 往上踢 到哪里 再轻轻往下去 就你感觉到它会抓住那个毛是吗 对 它抓住嘛 哎呀 竟然出来一个 哇 这个是什么虾呀 罗虾 这叫罗虾 这叫罗虾 罗姑虾是吗 这个你看它底下 其实还像那个虾耙子 就像那个皮皮虾是吧 但是上面就不太像了 是不是 上面有点像小龙虾的样子 对吧 这个虾我还真是头一回见 有点那种混血的感觉 是不是 罗姑虾 庄和人更爱叫它罗虾 它的外形建于虾蟹之间 但软薄透明的外壳 让它看上去更像是虾 喜欢栖息于半泥半沙的海滩 挖洞而居 所以钓罗姑虾 不能一批一批地来 只能凭着经验 一个一个地钓 谭大娘说 钓虾要有耐心 如果用毛笔刺激过头了 虾就会害怕地躲起来 缩在里面不出来 所以要用一种 好像在跟它闹着玩似的巧劲 才能把它骗出来 真是 它就活蹦乱跳了 我再等一个 那俩都被我浪费了 现在大革命 这也开始动了 我来 这个 我都看见了 这回终于上来了 我这个还是得捏得紧一点 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就是谁发明的 怎么想到用这个毛笔 老祖的外面 咱们这边人都这么掉虾 是吗 好玩这个 钓楼姑虾要耐得住性子 同时也要眼疾手快 谭大娘说 自从退休以后 她经常来海边钓虾 一方面可以让家人尝鲜 另一方面也让自己的生活 多一分乐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